大家好,欢迎观看本期视频,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,请点击订阅和小铃铛,养花浇水最关键,相信很多花有出现的谎业,枯死现象,大都是由于浇水不当引发,有一类植物,由于生存环境的影响,进化出比较强的耐旱能力,这些花会浇水一多,就比较容易出现烂根,进而引发病害等问题,一起来看看哪些花草不能多浇水吧。 可要管住手,不能多浇水仙人掌类植物,仙人掌科植物其实是一个大类,我们平常的仙人球,仙人掌,仙人山等植物都属于仙人掌科,养护方法较为类似,原生地为美国,墨西哥南部及东南部沿海沙漠地带,以及西印度群岛,百孟河群岛等较为干旱的地方,洗墙为光照,耐炎热,干旱,急薄,生命力顽强,生长室温为20-30摄氏度, 富生型仙人掌,富生型仙人掌,包括蟹爪蓝,令剑荷花,甲檀花等植物,富生型仙人掌很多都存在根系不发达,急水容易烂根的情况,所以浇水不可多,生长发育期间浇水要见盆土表面完全干燥才能再浇透水, 大约一至两周一次,时间可以选择上午10点前或下午6点后,另外,花雷已经出现但还未开放之时,浇水也不能更多,否则会导致落花落雷, 肉质根植物肉质根类如兰花,贺望兰,君子兰,五丹,少药等,属于肉质根,伤耐汗,但是不耐了,不能积水, 如果出现纵向村皱和畸形,表明植株的根系发生了腐烂,使植物停止生长甚至出现萎缩部, 求根植物有些求根植物,比如花毛根,仙克莱等,对于水分比较敏感, 盆土需要保持湿润,但要严加防止积水或自烙,否则根系一旦腐烂,全株就会很快死亡, 木本植物有些木本花也很怕烙灾,如梅花,树桃,桂花,杜鹃,烂梅,寒啸,三角梅, 南洋山,巴西木,晶变瑞香和海桃类等等,如被水自三至五天, 机会生命垂危,难以挽救,对于本期视频内容你有什么看法,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,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,本期的精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